苍茫大地 随主臣腐 先生之风 三高随远 民国一个最好的时代 也是最坏的时代 道不尽的风骨与情怀 《民国人物列传》 为您解读《民国人物群像》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的民国人物是邵寻美 在民国 徐志摩就是高富帅的代名词 家似优越 才华纵横 英俊潇洒 交友广泛 而且还有最漂亮的女友 最浪漫的爱情故事 这些都是有口皆碑的 但有没有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人呢 答案是有 不仅有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人 这个人就是邵寻美 比家是邵寻美 比家是邵家当朝遗品 徐家呢 江南的土豪 比长相邵寻美 眉清目秀长发高额 很像希腊的那个雕像大维 所以他们两个人并秀 所以他们两个人并称双臂 但是 邵寻美毕竟不戴眼镜 似乎还是好一些 论交友呢 老徐的答法多少还是有些攀交情 而邵同学呢 号称小孟长 不知多少人受过他的恩惠 至于才华 我倒觉得也差不多 只不过邵寻美是大出版家 他比作品 那肯定比不过徐志摩 至少他的东西 还缺少一些灵动 也没怎么传世 至于浪漫故事 当然还是徐志摩 筷子人口 那三段感情 了不得 但是 邵也不含糊 他与美国著名女作家 向美丽 恩恋传奇半个世纪 而且他的夫人 向的老公还都不吃味 这个本事 徐志摩还真学不来 说起来呢 这两位美男子诗人 交情深厚 并不像我在这里 比来比去这么拥腐不堪 1925年 19岁的邵寻美 到剑桥大学的 伊曼纽学院留学 攻读经济学 暑假时呢 他和住在一起的刘继文 他们都是住在导师墨尔的家里 邀请他去巴黎玩 从而呢 就结识了不少旅法的留学生 比如说张道帆 徐北红 蒋碧薇 还有长玉 诶 随之谱一见面 画家徐北红就喊 诶 这小伙子 长得跟志摩可真够像的 大家一看 诶 也都随声附和 邵寻美呢 听了也很高兴 她比徐志摩小九岁 很喜欢徐的作品 不过那个时候 在别康桥还没有写出来 邵就说 啊 是啊是啊 我来建桥市中心的时候 有个摆书摊的老人家 哪次见到我 都一问我是不是啊 Mr.徐 还说 拜伦全集一翻译怎么样了 大家听了都笑 说嗨 那肯定指的是志摩呀 你们俩还真是有缘 果然 没过多久 徐志摩敬债 路上碰到了邵寻美 哎呀 简直 一见颅 拉着她的手就说 弟弟 我找得你好苦啊 邵寻美呢 略微金刺 细细打量 后来她说 哎呀 其实我们俩都是长两 高鼻子 可是她的身材呢 比我高一寸 肌肉呢 也比我发达 声音还比我厚实 我多了些胡须 她多了副眼镜 嗯 既然做了兄弟 俩人感情迅速升温 又在一个圈子里 不管是中国呀 英国呀 英国呀 常常见面 有一次呢 邵寻美还画了一幅画 只有一支杯 一个壶 哎 上面还用字提上 一个茶壶 一个茶杯 一个字谋 一个小骂 意思是呢 啊 他们两个人 像杯子和胡 胡一样 密不可分 所谓的胡不离杯 杯不离胡 还有一次 在徐家聚会 邵寻美画了一幅肖像 问道 你们看 长鼻子长脸 没有眼镜 也没有胡须 小曼你说 这是我 还是你丈夫呢 众人都蓬腐大笑 徐志摩 飞机四四而死 邵寻美十分伤心 她和陆小曼呢 一直还有来往 甚至参加一些 政协组织的活动什么的 1957年 邵寻美请陆小曼 来家做客 为了给她祝寿 哎呀 囊中修舍的邵寻美 就托好友 将主妇传下的 一枚 吴昌硕的客帐 转让 花了多少钱 十块钱人民币 拿去买了些食物 这都是真情啊 1906年6月27日 邵寻美 出生于上海 本名云龙 祖祖季 泽江鱼瑶 祖父 邵友莲 官自一品 曾以 头等参战身份 处使恶国 后来 承认 湖南巡抚 台湾巡抚 外祖父 圣宣怀 是洋务派 大领袖之一 中国近代的首父 而且按照 普系 李鸿章呢 还是 邵寻美的 淑 外祖父 他母亲 圣熙慧 是圣宣怀的四女儿 他的父亲呢 叫邵恒 在岳父的关照下 任轮船招商局都办 但他这个爹呀 是个顽固之地 整天只知道 三件事 打麻将 吸大烟 养些小山小事 有一回呢 连着三个月 没去上班 气得圣宣怀 将他免职了四 因为家族呢 掌房无子 所以二房的邵寻美 就过继给了伯父 邵义 周岁那天呢 哎 家族的人端来了一只 盛满了各种东西的盘子 有什么红顶帽子 金镯子 小喇叭 等等 他都没感兴趣 伸手一把抓起了一只狼豪笔 一边的祖母就说 哎 这是个拿笔杆着的命啊 五六岁时呢 邵寻美进入诗书读书 不算多用功 但是 背些古文古事 倒也是家常便饭 大一点了 家族就把他送进了 上海圣约翰中学 那儿基本都是外国老师 用的也是英文教材 长大了之后 十六岁时 他喜欢上了表姐 圣佩玉 嗯 这也是个情状 暑期期间呢 邵寻美经常开着家里的福特车 四处拉风 有一会呀 他在包厢里认识了一伙人 中间有一个交际花 结果呢 他们跟别人打起来了 他们这边有个姓邵的 掏出枪来把对方打伤了 一报警呢 那家伙还跑了 结果人家就问 谁姓邵啊 嘿 把他抓进去 还关进大牢 家里呢 赶紧就把他捞出来 一问 跟他没关系 但就这么着 还被交际花 狠狠地撬了一笔足盖 原来呀 人家看他富年轻 给他设了一举仙人跳 这事的教育呀 在表姐的劝说下 邵寻美呢 从此再不奢足 这些娱乐长水 后来就到了 南洋路况学校 念书 这学校是他老爷 升宣怀办的 就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 毕业以后 他和表姐订婚 他呢 很有心 按照《诗经正风》里 有两句话 一个叫 佩玉 腔腔 寻美 切都 这个用点 他一想 你叫佩玉 得了 他就把名 改成了 邵寻美 1925年 经济上 稍微有点 吃紧 完了 老祖母就以 抱孙子的名义吧 说你赶紧回来了 这么着 他也没拿学位 就回到了国内 1927年呢 邵寻美和 圣佩玉 在上海 卡尔登饭店 举行了盛大婚礼 正婚人 是复旦大学 创始人 马向伯老先生 来喝的有人 多了去 什么 玉达夫 徐自摩 陆小曼 刘海树 钱寿帖 等等 他们这个结婚照 还登在了 上海画报的封面 上面写 刘英文学家 邵寻美 与圣氏公子子侄女 配育女士 新婚丽养 那篇文章叫 美育婚冤级 一时之间 成为了 上海滩的 社交圈 头号话题 结婚以后 邵寻美也 转出现了 说啊 我得干出一番事 我呢 不能像其他 那些富家子弟 只知道 莫名其妙地 把主上 传下来的钱 一点点花光 也不想着 运用天赋 给自己 求一个 求生的手和脚 他呢 就这么着 开始整天的 读书啊 写诗啊 做文章啊 编杂志啊 办书店啊 忙得一塌糊涂 权志也越来越广 甚至跟那个 逆海花的 作者 曾孟普 结上了忘年交 后来呢 他的室友 叫刘继文 这也是有名的人 据说好像跟这个 宋美玲啊 还谈过朋友 出任了南京特别市市长 就请少许美 说你来帮帮我吧 来做秘书 他干了三个月 觉得呢 不行 我真不是干这个当官的了 还是回去搞文化 并且说 这辈子 再也不当官了 1935年 上海滩呢 有个 女娇巨花 是叫 丽茨夫人 她老公呢 是上海一个 著名的洋行大班 这女子呢 外国人 特别喜欢京剧 就花大价钱 组织了一个京剧团 邵寻美呢 就当了总顾问 还把梅兰芳 都给请了进来 有一天 在兰芯大戏院 有一位美国特约撰稿人 Emily Hahn 刚刚从刚果 来到上海 这个美国历人呢 比邵寻美还大一岁 邵呢 当时就在那个 鸦片铺子上躺着 出打烟 她就喊这个Emily 说来来一起试试 结果那女孩 黑 跟她一见倾心 迷醉于她的 多差多异 一口凌厉的英语 还有那张希腊脸 当然也 也离不开这个阿芙蓉吧 就是大烟 后来呢 邵寻美就给她起了一个 动听的中国名字 叫向美丽 这女记者哈 风格肯定是比较 猛啊 两人就陷入了爱河之中 同居在福州路的 那个都城饭店 公开出出路路 参加各种社交活动 甚至呢 还经常去老少家 这个 圣佩玉呢 还和向美丽 成了朋友 老老小小的 也都挺喜欢她 叫她的小名 叫Mickey 也叫密基 圣呢 觉得 自己她的气量很大 说不非是个小山嘛 一个外国人 陪她玩一玩 跑一跑 倒也没啥 这是了不起 向美丽呢 其实也是借用 邵寻美 哪个月 将所闻所见 进行采访 写成通讯和特写 寄到 雇她的那个 女儿人杂志 那时候 上海 有一个世界比会的 中国分会 经常搞活动 向美丽就请了 很多外国朋友 中国这边呢 显达之死 也不少 比如说 蔡元培 鲁迅 胡适 梅兰芳 郑振夺 叶公措 林语堂 等等 都是会员 813 上海抗战爆发 邵家住的那个杨树普 就被日本人炸了 他们就避纳 跑来跑去 最后到了 租界的侠飞路 向美丽呢 通过她的关系 将五万美金 买的那个 影鞋版的印刷机 偷着给 运了过来 然后 挂上了杨商的招牌 搬起了抗日月刊 自由谈 影响很大 1938年5月 毛泽东发表 《论词久战》一文 党组织就把翻译工作 交给了地下党员杨刚 小伙子20多岁 公开身份呢 是大公报一记者 他和向美丽 铁哥们 索性就住在他家 搞这个翻译 毛呢 当时很注重这件事 特意用毛笔在公文纸上 写了一篇 序言 为这个英文版 这都把它 通通都翻译过来了 但是 你这个牌板印刷 那很危险 那谁敢干 那整个上海 是在日本人手里 哎 扫寻美 不管那套 他是想尽办法 两个月之间 印出了五千多车 一部分呢 有咱们地下党通道 就 卖掉了 送人了 还有呢 就是在 向美丽的那个轿车里 扫寻美亲自驾车 在洋人住宅旗 拽悠 哎 一看没人了 爸 一脚油门 停车 跟他一起的王永路 就拿着几本书 从车里跳出来 往那个外国人的信箱里 塞一本 啪啪啪塞完 反身就跑 没过几天 发出了四五四本 日本特务 知道这事 就说 哎 这个 富家小子啊 不懂事啊 就想派杀手 把他干掉 后来得到消息以后 扫寻美就请了一个 法国的保镖 还配了一把手枪防身 好 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如果是 他被人 我认为 我认为